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闪马团赛马习作 又来到很久没见,脱了很多旗 就是这个天气先生,一看背景 天气一周的时间 其实前几个星期,反为比较多恶劣天气 不稳定天气,我就断了没有做天气一周 现在反为天气转回稳定一点,又做回来 是不是只剩搅呢? 没有的自己懒,还有天气一周向来 当然没有跑马片那么受欢迎 但是对抗无效流量,要有多元化片 或者有低视率的片,顶回暈它 它又不知怎样的算法会好些 所以天气一周都一定会继续的 首先跟大家更新一下今天的天气 其实在星期日晚做天气一周又有点辛苦 为什么这么辛苦呢? 因为星期日跑完马,就应该真的休息一下 整个星期没什么时间休息 你连那个时间都做天气一周 那你就没办法休息了 所以以后天气一周的时间 可能放星期一,星期二,下午这些时间做 真是展望下星期的天气 周末的天气可能会好些 首先更新现时 就是下午4点半 2024年5月14日的下午天气 天文台的室外气温是27.8度 相对湿度是85% 而现在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 虽然是春天季节 表示火灾危险性是极高的 早上7点多已经发出了 一日出就挂红色火灾危险警告 现在就再延迟到下午 其实今天的天气 大家下午吃饭出街都会觉得 好像秋老虎那样 意思是那些十月天气还挺热 但又有些秋意干燥 现在香港的天气就是这样 一个星期或者一天里面 都可以经历一年四季的 基本上就是这样 现在竟然在这个春天 早两天都还是潮湿下雨时节 昨晚都还下雨 今天就整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 给大家探 不知是否明天有这个叫佛弹 会不会有些影响呢 意思是大家生火 提醒大家这方面要小心点 但是佛弹不是很关系 不是清明 生火是不是也有危险呢 明天最多太平清照 看看今个星期的天气 刚刚 我用这个星期一做标准 13号就是星期一 上个星期二 到今天星期一 原来你就这样看这些数字 你会发觉这几天的天气很稳定 偶像六两天雨 但是我们知道不是 很多时候突然间横风横雨 突然间又没有雨的时候又很热 所以基本上每天的最高气温通常都有30度 星期五那天比较特别一点 可能那天真的很大风 但是雨量又不是很高的 天文台六岛 有些局部有些地方又很大雨 星期五 五月的天气已经日头30度 开着冷气都热热的 去到六七月都不知道怎么算 其实五月开始 夏天除了天气开始热之外 也是台风季节的开始 天文台其实之前都做过这个叫做 发布会的了 就说今年会有几多台风 有几多酷热的日子 那些什么酷热天气纪录 我想都应该会继续破的了 一年热过一年了 现在香港地 另外就会有五至八个热大气旋影响香港 原则五至八个就很保守 等于没有预测一样 五月开始风季去到十一月 你预测每个月有一至两个台风影响香港 鬼不知道吗 大概是差不多 这只不过是一个概括的数字 大家心里有个底 今年又不会特别多 打风又不会特别少 你现在问天文台今年会不会挂十号波 他们都不知道 事实上真的不知道 比较有意思 天文台自己也有拍一些影片 说有关热大气旋警告的冷知识 说挂波的重要性 和什么时候挂什么波 我相信 一号波 三号 八号 九号 十号 这些 市民都适应了 而且都很明白天文台挂波的标准 天文台也很熟悉市民的要求 现在挂波 天文台完全不是纯粹 从天气 从科学角度出发 它是顾及大家市民回到工 顾及马会跑到马 这几方面完全做好沟通 和教育局和马会方面 所以 因为有这么多人为因素影响 我想 猜天文台什么时候挂波 什么时候下波 都是有个底 比如说小弟 我不怕自吹自擂 我上年台风贵 猜八号风球那些 全部猜中了 什么时候上波 什么时候下波 我都猜中了 OK 都猜中了 OK 其实一个原理很简单 天文台下波 比如说 如果上班的日子 永远都不会在下午四点之前 因为下午四点之前就尴尬了 下午四点之前下波 有些人要上班 可能上一小时又要走 四点之后才下波 确保大家 即是下午都不用上班了 若然顶不了四点的下午 你早上也不会在11点之前下波 11点之前下波 即是你要立即上班 如果11点之后下波 比如说11点、31点、31点半 全世界都是下午才上班 那就没那么混乱了 一定是这样的 至于挂波 什么时候挂呢 当然天有不測之风云 但它一定有时间在 比如说跑马日子 它一定是12点过后才挂波 跑马到尾场P8 那就没有避免造成混乱 日后就一定是6点9过后挂 这件事是一定的 比如说上班才计算 早上11点 早上11点之前挂 9点半、10点半挂波 又是只会被人骂 因为刚刚上班之后 马上挂波又要赶着走 天文台不会这么做的了 一定是最多 比如说科学上 真的做不到 最多是10点P8 12点半挂8号 就让大家早上不用回下半天就早点走 就永远不会 比如说下午3点挂8号波 11点半挂8号波 这些卡拉时间 就一定被市民骂死 所以天文台现在一定不会这么做的 如果预示了早上11点左右挂8号波 不如早上6点就挂了 挂早了5个小时 虽然这样做不是很好 这样挂波水份会重了很多 你不精准 但避免被市民骂 天文台唯有放弃科学上的精准 而配合市民的上班作息的需求 这也可以说是另一种的沦落 多谢大家收睇天气一周 我们下个星期 不知道星期一一定是星期二左右 下次再见 拜拜